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二段巷弄内一栋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 顶楼铁皮加盖住宅 傍晚从顶楼窜出火烟消防局调派德星等四个分队 时车23人前往灌旧 索性无人受困 火室约15分钟或控制 波及隔壁住户隔间甲板 灵性屋主说 屋内有冰箱 洗衣机及电风扇等物 平日工晒衣用 怀疑电线走火所至 竞销人员说 其火远因人带离京 然而隔壁邻居唯恐住家遭火事波及 纷纷逃出屋外关切 火事延烧至隔壁住户隔间 临向街坊邻居致歉 表示会协助邻居处理善后 许多民众关切 只说还好现在天还没黑 否则晚间熟睡时反应可能没那么快 还好没有人受伤 傍晚四十五十分南区健康路 二段巷弄内一栋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 顶楼铁皮加盖建物顶楼窜出火焰 据报当时不确定有无人员受困 消防局调派第七大队永华 德兴中正南门等四个分队 每时车二十三人前往抢救 适逢交通尖封时段且向弄狭窄 情况危急 所幸消防人员迅速赶抵现场 确认顶楼有火焰窜出不限抢救 且确认无人受困 火势在五十三分火势控制 随后被扑灭 除了消防人员 市井六分局电视人员也入内查看 进一步厘清起火原因 消防局叮咛住户小心用电 以免酿货 台南市南区健康二段巷弄内 一栋五层住户顶楼铁皮夹盖住宅传出火焰 波及隔壁住户隔间 索性火势很快被扑灭 记者绍清洁摄影分享